大家好 歡迎收看化理小學堂 我是化理學憨娜 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紹我們日常生活中容易取得的 或者是購買得到的單枝花材 不同類型的花也有不同的搭配方法 那我們今天主要教大家三種不同類型的配花束 只要買一枝花材 運用家裡的瓶瓶罐罐 就能夠在花衣上展現不同的質感樣貌 開始我們的配花之旅吧 首先跟各位講解一下 今天會使用的花是單枝的花 但單枝的花不見得上面是只有一朵 第一種是單朵的花 第二種類型是單枝但還有多朵的花 第三種我們要使用的是長形的花材 接著我們就進入羊結梗 你需要先觀察一下它的長度 跟它的分叉的高度有多長 以及你等一下會整體使用的長度在哪裡 因為這有可能會有關到你會把它剪成 變成是兩隻來使用 我們等一下會使用這個容器來擦這個結梗 1比1.2到1比1.5左右 所以我的長度可能會留到這邊 不需要把它剪成兩隻 就是把它稍微修剪短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瓶子更短 就有可能會變成剪成兩隻甚至三隻 葉子會增加它的蒸散量 也就是會增加它需要吸水的量 所以我們可以再稍微去除一點 單枝花有多個花苞的養結梗 然後會在高地不同的層次上排列 層次技能點滿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單枝的花上面是非常好使用的 然後我們只要選合適的葉材跟它相搭配就可以 那如果是在整體的大作品中的時候 它反而會變得不好上手 因為它的層次太多了 你變成它的分枝取材是更加困難的 今天楊潔梗我們會搭配的葉材是兩種的油加粒葉 那為什麼會選油加粒葉呢 你們仔細觀察一下楊潔梗 它的花瓣是非常薄透鮮柔感的 焦桂很嫩的那種感覺 然後葉子也是一樣 它是那種霧霧灰灰的綠 好像在雪地裡抓上一層粉白色的綠 那我們選油加粒葉它一樣是 綠色上面會帶有一層白白的灰 它是灰感的葉材 然後選了兩種會讓它更有層次一點 因為楊潔梗本身就是非常有層次的花 那這個就是一般的小圓葉 它會一節一節的可以增加它的豐厚度 像這個的話是屬於柳葉型的 那如果你沒有找到像這麼大片的 你也可以用小煎葉 就是只要跟這樣子的油加粒葉做區別就可以了 那我們要開始 我們已經把長度都剪好了嘛 這就是你等一下要放的長度 那我們的葉材呢 就取跟它差不多的長度 等一下長度可能只會使用到這邊 我可以先把這一間起來 好接著我們就要把抓點以下的葉子都去除 什麼是抓點呢 等一下把花放進你的花瓶裡面 在這個瓶口的位置就會是你大概抓點的地方 他們會從這個地方做交叉 所以我們的抓點大概在這邊嘛 那油加粒葉我們可以一個一個剝掉 這個一樣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刷下來 這樣也可以去下來 那我們的前置作業就好了 首先我們可以先把楊杰梗拿起來 然後它的分枝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讓它們有稍微蓬鬆感 不要全部擠在一起 好了之後我們可以先放大支的原葉油加粒 再放的時候不一定要把杰梗跟油加粒葉分開 我們可以這樣子穿插在它的分枝裡面 我們再加入其他的油加粒葉 加在你覺得比較空的地方 好了之後我們一樣把它黏起來 再大概的修剪一下你的長度 這樣子 簡單的花材不簡單的花藝 這集是線上課程其中一集的一個小單元 以單枝花教大家入門花藝 課程的安排會像這樣從單枝到多枝 基礎到進階的方式 讓大家系統性的學習 比較特別的是每一集的課程作品 除了花樹的做法之外 也會教大家如何應用在生活的品氣上 讓生活花藝更貼近你我 想看更多關於單枝花的配花樹 如果有興趣的話粉們可以點下面的連結 幫我們填寫問卷 幫助我們完成這一整個系列的課程策劃 那之後也可以第一時間獲得第一手消息 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好 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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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